903廣播劇 歐陽志強 OT除了見不到盡頭之外 還見不到老闆 但是今晚 我留在公司想那個不creative的 creative proposal 的時候 竟然見到戰姐還在公司 跟了她幾年 戰姐一向都是一到七點就應聲彈出 真是很少可 晚上八點多都還見到她在房 戰姐 到底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熱愛工作 第143集 安車 Ginnie 還沒走的 哦 是啊 你搞定了東西就走了 哦 好啊 那我準備走了 拜拜 Ginnie 喂 歐陽啊 是 你過來坐下 哦 收工的一刻 最怕老闆突然叫著自己 就是這樣 不是不讓你叫我做事 不過可不可以不要留到最後一刻才叫我呢 以為辛苦了一天 滿心歡喜地收工 被Ginnie這樣叫一叫 又一秒掉落地獄 你現在入了公司又多久呀 嗯 不是兩年幾三年咯 那你覺得這裏怎樣呀 都OK呀 嗯 那你有沒有說想過除了這裏你有什麼目標呢 目標呀 是啊 Target Target 其實呢 我真的沒怎麼想過的 不是 沒有哦 真的是 你二十幾咯 快要二十五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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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找個目標給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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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 嗯 不要一整天嗯 你是明才很嗯 嗯 我不明白 那行啦 放工啦 哦 那... 那我先走了 拜拜 Ginny 啊 是 關門 戰績叫停了我 原來不是給我工作 反而是跟我Deep Talk 本來想著 心情對話不更恐怖 都不知戰姐說到幾時才肯放我走 想不到她說了幾句就放我走 問了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搞到我更不自在 我回來了 喂 阿媽 我的行李放在哪裡了? 什麼啊? 我的行李箱啊 那行李箱就是在床下底 是不是用來裝著冬天衫的行李箱啊? 你用來做什麼呢? 收拾東西啊 夜媽媽收拾什麼啊? 那我下個星期搬啊 那我下個星期搬啊 蛤?阿妹 你說真的嗎? 說真的嗎? 蛤? 我以為你上次發晦氣而已 你相信她? 她說一下而已 就是阿妹 不行就不要在這裡死撐啊 拿回行李箱啊 不要弄亂衣服 喂呀 你不要弄啦 我真的搬啊 我真的搬啊 呃 沿路擦身過一寫 人物形象 能擴互乱邪 曾貼於這線 光景再一出發 還過黑夜 前路漸漸蜂麗 魂舞变得更沉 要说道别就用伤推荐正前击 呼吸声跟随不放静心的傾听 让美景涉裂与这双眼睛 伸出手抱出一段段的动情 要醉心在风中唱蕴 呼吸声跟随不放静心的傾听 就放开压力释放出压影 伸出手抱出一段段的风情 要醉心在风中唱蕴 第143集 欧阳宁是欧阳 谢西家是Ginnie Bollinger是妈妈 何飞凤是Stella 为何老实仍然喜欢在你下班的前一刻 才找你谈论呢 上来我的Facebook page 欧阳宁库湖欧阳 跟我分享下你的苦方 欧阳之强 一呼一吸 双生双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